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就是报纸杂志的记者 或者是电台电视台的记者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journalist journalist 表示记者 那么这个记者呢 有好几个跟他类似的词汇 有一个词几乎跟他一样 也可以表示报纸杂志时的记者 我们大声读一下 reporter reporter 读快了之后呢 这个字母T会轻轻濁化一下 再来面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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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reporter 变成reporter 也是记者 但是另外一个词呢 咱们叫专栏记者 或者叫专栏作家 这个用词更窄一些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lumnist 再来一遍 columnist 这个也比较常见 叫专栏记者 或专栏作家 因为它来自报纸上的专栏 叫column c-o-l-u-m-n 报纸上一个专栏 一个小长条条 经常给他写文章的 叫专栏记者或专栏作家 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经常见 也是什么报社杂志社的记者 但是这个词个儿比较大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correspondent correspondent 大家注意 这个词也是记者 但它一般指什么呢 一般指住某个地方的记者 尤其是派住在外地 或派住在外国的这个记者 或者是专门写某个题材的记者 所以这个用法就更窄一些了 我再说一遍 它专门派住到某个地区的记者 或者是专门写某个题材的记者 叫做correspondent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Our Middle East correspondent 我们驻中东的这个记者 这个用correspondent 是比较贴切的 再比如说 Our correspondent in South Africa send this report 就是我们驻南非的这个记者 发来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道 我们看respondent 就correspondent 叫这个记者派住某个地区 我们在大声读里面 correspondent correspondent 那么有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专门写某个话题的记者 比如说 A War Correspondent 一个专门写战争题材的这个记者 战地记者 Sports Correspondent 一个体育记者 专门写体育新闻 或者说 An Education Correspondent 一个专门写教育题材的记者 或者是 A Political Correspondent 一个专门写政治新闻的这个记者 这种记者叫做 再来一遍 Correspondent 好 这是把这几个记者 我们把它分类来看一看 把它的含义 老老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到 Journalist 表示记者 这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报社 杂志社 一般的记者都可以用 但是它一个同根字 特别重要 就是不可署名词Journalism 这个我们先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Journalism Journalism 好 这个词可以表示新闻学 新闻工作 新闻报道 都可以 但是注意 它不可以说 再来一遍 Journalism 新闻学 新闻报道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 新闻事业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它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例句 看这个例子 A Career in Journalism 我们说 在新闻工作方面的一个生涯 我这一辈子都是当记者 或者做编辑 就是在新闻工作方面的一个职业生涯 可以这么说 再看一个例子 I plan to study journalism at college 我打算在大学里面 那么学新闻学 在这里面 Journalism表示新闻学 但一样是不可署 新闻工作 新闻业 新闻报道 或者是新闻学 注意 都是不可署名词 用这个词Journalism 咱们再看一个美剧的一个片段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著名的 一个这个这个教育节目 叫走遍美国 Family Album USA 其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就是这个Robbie 他在找工作的时候 在面试的时候呢 也不是找工作了 就是到大学以前 要去大学读书以前 跟这个大学的 这个负责人招生 这个负责人的对话 这个片段 咱们大概看一看 他是怎么说的 出现了哪些 咱们讲的搭配 I see under activities that you've been writing for the school paper Yes sir What kind of articles have you written? All kinds Sports Editorials Theater reviews You name it I've written it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Professional writer? Not until recently Michigan is a fine school of journalism Yes I know that You seem to have some reservations I'm a little uncertain 你看很有趣 这是这个学生 在上大学之前 跟招生官之间 一段对话 这个白颜色的是 这个招生官 他说的 I see under activities that you've been lumerating for the school paper 我在这个就是 你从事的活动 这个栏里边 这个里边 你填写的是什么呢 你曾经呢 为学校的报纸 曾经写文章 这个paper 才是newspaper 这个意思 第二个黄颜色的呢 是这个学生说的 Yes sir Robbie说 是的先生 我确实做过这个事 第二个人就问了 他说 What kinds of articles have you written? 那么你写过 哪些类型的文章呢? 这个written 读快了 它能够written written 老师说过 这鼻腔爆破了 那就是读快了之后 这个written 这个t跟鼻子跑了 都能够written written 这个鼻腔爆破 特殊发音 咱们会不会说 然后呢 第二个 这个学生说了 All kinds 各种各样的都写过 Sports, editorials, theater reviews You name it Have written it 他说各种各样的 这个文章都写过 就像这个有关体育方面的 还有社论社评 还有呢 一些戏剧评论 Review 在这不是复习 而是评论的意思 戏剧评论 你说吧 我都写过 You name it 你随便说 我都写过 第二个 这个面试观 Well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那么你是不是考虑过 成为一个记者呢? 记者看到 就journalist 第二个 这个男孩说了 A professional writer 一个职业作家吗? Not until recently 直到最近 我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考官说了 Michigan has a fine school of journalism Michigan 就是Michigan University 就是密歇根大学 美国的著名大学 有一个非常棒的 新闻学院 这个journalism 在这儿是新闻学的意思 第二个 这个男孩说了 Yes I know that 是啊 我知道这点 然后这考官说 You seem to have some reservations 你看起来对此有所保留啊 有所保留 就是有这个迟疑 有犹豫 叫have reservations 第二个男孩说了 I'm a little uncertain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有一点不能确定 uncertain 叫做不肯定的 现在还得犹豫 拿不准 有的举棋不定 这个感觉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遍 看在第二遍的时候 能不能像听中文对话一样 清清楚楚 好 咱们再来听一遍 I see under activities that you've been writing for the school paper Yes sir What kind of articles have you written All kinds sports editorials theater reviews you name it I've written it You other thought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Professional writer Not until recently Michigan is a fine school of journalism Yes I know that You seem to have some reservations I'm a little uncertain 好 这是重点词journalist 记者相关的一些词汇 咱们可以顺便 同时记住就好了 下面我们看另一个重要词汇 就是后面这个词出版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度一下 publish 再来一遍 publish 这个词表示出版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的一些具体用法 那么我说 这本书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词是极物动词 直接可以用被动 the book is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顺便可以记住出版社可以直接用press这个词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publish极物动词 直接用被动就好了 那么相关的一些在同一个译群里面常出现的词还有 像出版商出版人或者是出版社都可以用这个词汇 我们大声度一下 publisher publisher 出版商出版人或者出版社都行 但是出版社也可以用刚才的press 这两次可以看作同一词 还有呢我们说publishing publishing当不可数名词可以表示出版业 出版行业 可以用它注意是不可数的 看例子 she chose publishing as a career 这个女孩子选择了出版业当作她 这个一辈子这个职业 她的职业生涯 这个publishing 出版业 出版行业 注意不可数名词 就好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相关的一些表达 还有一个表达叫新闻界 舆论界 报界 这个表达特别重要 特别长考 我们顺便图示记住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press the press 这叫舆论界 新闻界 甚至报界 都可以用它 一个固定搭配叫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叫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 就是只要是没有色情暴力恐怖 那么政府不能干预 出版自由 新闻自由 这个我们看一课书中出现这个固定搭配 就是第三册208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就是在第45课中 208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他说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y effort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rightly condemned 在民主国家 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努力 都应该受到骞责 大家注意 限制叫restrict 新闻自由 报界 这个出版的自由 叫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做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也是跟这个出版行业相关的 这么一个重要表达 好相关的词还有另外一个出版发行 咱们叫issue 注意publish出版的一般是文章 报纸或者一本书 但是issue这个也是出版发行 但这个一般不表示书籍报刊杂志文章 一般指什么呢 是邮票啊 股票啊 什么证券呢 这个发行或者出版 用issue这个词 我们看一些例子 a new series of stamps will be issued to commemorate the event 他说我们一套新的邮票将被发行来纪念这期事件 这个event表示重大的事件 这可能是一套纪念邮票 这个出版叫issue 用这个词 a series叫一套一系列的 有这个意思 好 这是另外一个出版 叫做issue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固定搭配 在本书中也出现了 就在本课书中 叫go to press 这个press我们刚才说了 可以表示出版社的意思 到出版社那里去 就是我们说交付印刷 或种文言的词汇 就是负子 就是这个交付印刷嘛 子是那个子 是木字边 木头那个木 再加个辛苦的心 负子了 就是卓著即将负子 就交付出版了 就go to press 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搭配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你看到本文中 在三十页的第十行 就出现这个搭配 三十页的第十行 叫做 meanwhile the editor was getting impatient for the magazine would soon go to press 与此同时 这个编辑呢 变得越来越 这个越来越不耐烦了 为什么 因为这本杂志 很快就要负子了 就要交付印刷了 叫go to press 好 这个相关词 可以同时记住 下面还我们看一个非法的 非法出版 咱们叫盗版 大家都知道 这个词当名词叫海盗 做动词叫非法出版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irate pirate 做动词叫非法出版 那么如果非法出版的 盗版的 就可以用它的过去分词 叫被非法出版的 比如说 pirated CDs 盗版光盘 pirated books 盗版书刊 pirated software 盗版软件 但注意 软件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 那么盗版的 叫pirated 跟这个出版 publish 刚好相应程序 咱们可以同时记录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就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不耐烦的 不耐心的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impatient impatient 不耐烦的 不耐心的 这个词咱们使用的时候 别乱用 最好还是 李老师说过的 见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否则你的用法 老外觉得别扭 他觉得不地道 首先这个不耐烦的呢 多用在这些固定搭配 就become 或者是get 或者grow impatient 叫做变得很不耐烦了 become get 和grow 都表示慢慢的变化 然后对什么不耐烦了呢 后面加这词with with somebody 或something 如果不想到对什么 后面这个借词 with就没了 咱们同样的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先看本课书中 就在三十页的第十页 三十页的第十页 刚才咱们见过这个句子 与此同时 the editor was getting impatient 这个编辑 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因为这个杂志即将复死了 咱们见过这个搭配 对吧 好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we are growing impatient with lack of results 我们现在正在变得 越来越不耐烦 对什么呢 对于这个迟迟没有结果 就是结果的缺乏 一直没有结果 我们就等到不耐烦了 变得不耐烦 叫become get or grow impatient 对什么事不耐烦呢 注意加这词with 希望把这个搭配 把它牢牢记住 这个词就活了 就活下来了 那么不耐烦 形容词这么说 还有一个搭配呢 咱们在后面十三课会出现 特别重要 叫做be impatient to do something 注意impatient后面加动词 不定是to do 可不能翻译成做某事做得很不耐烦 他翻译成 等得不耐烦了 迫不及待的想去做某事 他不是做这事不耐烦呢 等不及了迫不及待的要去做 many graduates are impatient to become managers 很多毕业生迫不及待的都想当经理 当一个主管 什么来说 be impatient to do 叫迫不及待的想去做某事 咱们新干件三册也有这个大配 比如大家看一下 第六十二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十三课里面 六十二页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she intended to dress up as a ghost and as he had met her costume the night before she was impatient to try it on 这个女的理查兹夫人 打算装扮成一个鬼的模样 并且因为呢 她在头一天已经做好了 头一天晚上 已经做好了她这个化妆服 她迫切地想试穿一下 非常急切的 she was impatient to try it on try on是试穿了 这是迫不及待的做某事 可以这么说 那么跟那相关的词呢 咱们不妨可以顺便记住 拓展咱们的搭配这个词汇量 急切地做某事 be eager to do 可以 be anxious to do 可以 be itching 也行 be dying to do be desperate to do 都行 都是迫不及待的 急切地 想做某事 等不及了 eager是急切的 anxious 是纠集的 等着很着急吗 这个 itching itching把它表示痒痒的 这心里面好像有个小手针 抓脑一样 你看等不了了 心里很痒痒 迫不及待的 dying 急死了 都快死掉了 desperate 就亡命的不顾一切的 哎呀 非常想做某事 你也挡着我 扑 捅死你 不顾一切 必须得做某事 这都是我们必动词加形容词 在这途流 或者干脆我们用一个不能表达 can't wait to do something 也行 oh I can't wait to see her 我急不可待地想建议她 I can't wait to see the movie 我想特别想看这张电影 都可以 这个impatient在这儿 有这个意思 表示纠集的 等不及了 非常急切的 这个意思 相应的 咱们最后看一看 它的词性的一些变化 它的名词不耐烦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mpatience impatience 它的反义词耐心 注意是名词 耐心 我们大声多加 patience patience 那么有耐心的 不着急的 形容词 还是把ce 换成字母t 变成形容词 大声里面 patient patient 当然这个词 做形容词是 有耐心的 不着急的 做名词呢 就是病人 病人不能着急 去病如出思 得慢慢地等痊愈 就是在《红楼梦》中 这个人物待遇 等待痊愈 这不能着急 叫patient 作为名词 我们看到 当年有个电影 叫英国病人 这个当过 在当年拿过大奖的 叫的English patient 不是英国有耐心 还是英国病人 注意在这 当名词来用 作为形容词呢 是有耐心的 好 这是impatience 这个词 关键性的一些重要表达 以及相关词汇 咱们顺便 同时记住 希望大家仔细复兴 好 这个词咱们看到这 好